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他接受OAC 专访 结果他去攻击了没有打针的人 其实不是攻击没有打针 是攻击了没有坦诚自己打第三针的人 他标示自己打针的 说心里话不是这么回事 有点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人无完人 他是在我眼睛里是被神被输的 但是个被输的人 人绝无完美 如果人是完美 他是神仙 他不会在人上待着 不会在人上待着 不会的 如果一个完美的人 与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就对立了 只有真正传法度人的生命 那是尊重他 因为传法度人的生命 他就是法 他就是心法 那是两回事 所以这是故事 就是故事你就得这么分开了说 但一个被神 就是说这么讲吧 一个被神注托的人 包括神在他背后的人 他都不灵 有人说你这话说绝了 江子雅原始天尊的弟子 下山就娶老婆 娶个黄花姑娘 为什么 他师父在 他没见着那黄花姑娘的时候 他师父就跟他说 你修不成 你没戏 你别在我这耽误时间了 他就是塑造了一个人无完人 那川普呢 在节目中呢 直接骂了那些 可以叫骂了 说你打真了 你打第三针了 你又不承认 你干嘛不承认 你为什么连勇气都没有 你是个胆小鬼 人家招你惹你了 结果呢 就被其他媒体呢 几乎都认为 他在攻击佛州州长 谢谢大家